大家好啊 本期影片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IBM的免费VPS IBM它有一个平台叫做Linux One 很适合个人开发者或者是学生使用 当然也可以企业使用 它提供的免费试用套餐 最高可以享受120天 也就是4个月的时间 它的配置是两核4G 我这边也测试了两个多月 机器的性能很不错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 首先是注册 注册的地址我已经给到了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点击 在这里我们点击一下注册 在这输入邮箱地址 然后输入密码 从来一遍密码 这个名字的话我们来生成一个 首先我们下车开始 我们下车进入箱地址 再显一次 北海显的内容 将在本身的一步 提供卡 所以我再 Suzuki 我再讨论一下 saya现在在首人开发 把这输入画里的 我再讨论下一个 我再讨论一下 我再讨论一遍 我再讨论一下 这里我就随便写了 组织的话我们可以省略 然后这里选美国 这里要写一个申请的理由 这里我就简单说 我想利用Linux One学习Python 谢谢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点击 by mil也可以把它去掉 然后在这里我们进行申请 到这一步事实上就已经注册成功了 然后我们回到邮箱里来看一下 邮箱里收到了一封邮件 在这里它要求我们点击这个链接进行激活 我们把这个链接直接输入到这个浏览器里 然后进入 现在这里显示激活成功 然后我们再一次进行登录 在这我们直接登录就行 进入到这个页面以后 我们直接点击这里的虚拟服务器 这里边只给到一个实例 然后我们在这里点击一下创建 实例的名称 我们写Python3 实例的映像 我选择这个Ubuntu 然后这个要把它勾选 也就是点成黄色 这里让我们创建一个密钥 我们点击创建 随便输入一个名字 然后点击创建 这个时候呢 它会下载到一个密钥 我们在这选择这个密钥 然后点击Create 新建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实例正在部署当中 大约需要两分钟时间 我们刚刚等待了 应该是三分钟左右 那这台实例呢 已经部署完成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SSH连接 我们新建一个连接 地址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IP 用户名写Linux One 然后使用证书连接 我们添加一个K 选择我们刚刚下载的密钥 然后点击打开 点击保存 然后点击保存 尝试着连接一下 等了成功以后 我们先提权 现在这个机器就可以正常的去使用了 紧接着Linux One会给到我们一封邮件 它提醒我们这台机器到期的时间 那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正好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的试用以后 它会有一封提醒邮件 提醒你是否续期 你再续期一次 那么还可以多使用两个月 一共是四个月 也就是120天的时间 总体上机器的性能不错 我们可以用它来学习 例如Docker Python 或者是网站架设 等等吧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7月份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推出一个系列的教程 那就是丛林打造一个赚钱的网站 如果对我的内容感兴趣 请大家先在这里点一下关注 非常感谢你能给我的视频点赞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specific días 销唯华 等一下 鳗